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記得以前還是好地地 他們試玩一隻不知道哪裏贊助的遊戲 黃色封面 那些卡全部都好像很顏色 接著他們就開始變得這麼正常 我一打開桌面 我看到合企開了一半 接著他們就在跳舞 太奇怪了實在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變成怎樣? 合遊戲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如果就是這樣下去 BJP會不會玩完 我可以找誰 可以做什麼 他們怎樣才能恢復神智 你搞什麼禁仇啊 你看 BJP的主持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每個人都在跳舞 不知道是咖啡 嘩 它應該是關我們事的 關你事? 不是 我們日月研究所可以幫到你的 好 我會解答你的意欄 跟我來 好 你說這裡是日月研究所 是啊 這裡是日月研究所 不是日月研究所 LUNA LUNA 我呢 就是專門解答這個調查院的二難集精 什麼調查員 但是 不是調查員 我只是想他們正常一點 你看 KH跳舞 好 然後 連Eggwork也會跳舞 你是遇到一些黑Solo神話裡面的東西 黑Solo神話 一隻都是 竟然 是啊 你不要看牠像貓一樣 啊 要死了 果然是會攻擊人的貓 牠扯死你 黑Solo 那時候呢 我就 玩開Bot Game的年歷 也有差不多 都會接觸黑Solo 那 例如呢 我們都在推廣 或者很多Gamer會玩的 叫做 Arcum Horror LCG 那 以前呢 即是一間大廠 FFG 都出很多 以黑Solo主題 為一些Bot Game 甚至到現在呢 都仍然 講起恐怖 都是關於黑Solo 那 我都應該有些形式 但是好像今次 的事件 是不是真的是黑Solo呢 黑Solo 這個神話體系 裡面的一個 其中一個愛神 竟然是這樣 因為呢 其實呢 黑Solo神話 就是一個 共同創作的 虛構的神話體系 那 本身呢 主要是由 HP Lovecraft 所創作的幾本書 一個 黑Solo的呼喚 瘋狂生物 達貢 影子過客 和一個 時間之外的色彩 以為主要的一個創作 然後再引伸開來的 黃衣之王 就是他的朋友所寫的 哦 你第一次講的 我才知道 原來 我一般講的黑Solo 就是講起 Lovecraft 我一直以為是同一個人 剛才你說到 就說 黃衣之王 好像比較少聽這個名字 還有 好像很多神 那 如果那麼多神當中 最厲害是黑Solo 所以才用他 明明黑Solo神話 不是的 其實 是說 譬如一隻信錶 都是一隻很明顯的邪神 哎呀 有什麼級數的邪神 我不知道 哇哇哇 要寫 激動他就攻擊我們 是啊 那隻邪神是舊日支配者 他真的是舊日支配者 什麼是舊日支配者 舊日支配者 就是你所說的黑Solo 通常都是一些 很久以前的外星新聞 佔據了我們地球 已經得到一定的統治權 跟我們人類有很多關係 很千絲萬縷 它非常之影響我們的心智 甚至會有一些特別的宗教 去拜祭他們 有人去信仰他們 通常這些就是舊日支配者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講到 有什麼邪咬痛 或者好像跟我們 這麼近我們經常聽到我的名字 就是因為跟我們的關係 是比較深一點的 是的 還有這個古神 但是通常因為 它是跟我們人類一起共存的關係 裡面 就不會說理解我們的存在 或者它都會理解我們的邏輯 多一些人類一點 還有你說比較厲害的神 就是這個愛神 外神就是很出名很經典 就是這個阿薩托斯 它就是這個宇宙的中心 其實是 它叫做這個癡如之神 混沌無知的象徵 它在一個宇宙裡面 是巨大到跟我們人類的道德體系 的邏輯都完全不相符 所以以至到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理解它的存在 如果你說我們的體系裡面 比較多人常見 的話就是 阿薩托斯應該是最大的一個神 但是我們接觸到的 可能是黑蘇魯 可能是達公 黑山羊 這些就是我們人類認知熟悉一點的 所以就用黑蘇魯的題材比較多 因為那些太遙遠了 就像他名字的影哀神 是的 我們理解不到 他也理解不到我們 我們為了理解到的 會影響到的就是 多些就是黑蘇魯這些 舊日之配者 是的 沒錯 就好像黃衣之王 黃衣之王 就是一個 會影響到你們心智的一個神 很難說它是屬於什麼體系 因為它並不是 Lovecraft的作品之下 其實它有一個大的體系 因為沒有官方明確這樣說 因為作者已死 Lovecraft就是 很早就已經很久以前的人 沒有辦法 Lovecraft 它主要為何會有一種恐怖 叫做宇宙恐怖主義 就是令到人類有一種微不足度 有些奇怪的存在 比我們更大更厲害 甚至是比我們的星球更大力量 它是核心的哲學觀點就是強調 人類的無知和宇宙 它有一種很狂大 你是微不足度 你深處裏面有一些古老 你不知道不可名創的恐懼 如果你說的黑蘇魯 就是其中一個 它通常是一個巨大 章魚有刺旁的生物 據說沉水於太平洋深處的地方 所以它跟我們人類比較接近 你說有些很厲害的神 我們人類捉不到 所以剛才說的阿薩托斯那類 就是我們比較少接觸 那輸就比較少聽 是的 還有黑蘇魯是比較容易的 它本身已經有本書 叫黑蘇魯 是的 我聽到我之前玩的遊戲 我記得有一個遊戲 叫做Stars Are All Right 就是遊戲 即是那堆遊戲裡面 就是有些星球擺一些陣 你很簡單 就是要推動一些板塊 令到它適合位置 然後就可以呼喚邪神 我想問一下這些陣 和黑蘇魯有什麼關係 是真的有些關係 很多的邪神都要靠不同的儀式和教會 如果你遇到那件事 我恐怕你會遭遇這個就是黃衣之王 竟然這樣 竟然沒有難度是一種儀式 黃衣之王是一個很特別的神 他不是Lovecraft自己寫 但Lovecraft有高度讚揚過他朋友寫的作品 在錢白師的故事裡面 他是一個劇作 是一本充滿詛咒的書 任何閱讀到他帝幕的所有人類都會瘋狂 會遭遇這個不察 看來他已經看到黃衣之王 他見到了 這麼境界 好害怕 他要跳舞了 他在看什麼呢 他可能應該就真的見到 一些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我明做的恐懼 說黃衣之王他通常都是一個 他是一個 他是藝術和劇作相關的邪神 跳舞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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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說好像有點遲 因為呢 剛才我說的 他們收到一盒Bot Game 都是一些藝術相關的作品 Bot Game 跟藝術相關 然後玩玩的卡牌 就突然開始跳舞了 他們除了跳舞還有做了些什麼 他們除了跳舞 我記得了 我本身這盒Bot Game 收得很迫 不想讓他們發現 就是之前 Tom Hub 出了盒Bot Game 我收得很迫 我不想讓他們發現 但是呢 Andy Andy竟然找到他 拿出來跟他們玩 都關事 黃衣之王的話 有機會陷入色情的暴力 或者一些奇怪的瘋狂 這些朋友沒有救了 有他吧 換國批吧 你會不會加入我們BGP 當我們拍片 他現在這樣就難一點了 我不想跳舞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印象 嗯 是不是就是這個 你快扔掉他 就是他了 就是他 令到我們 我終於說 這張牌這麼漂亮 我還想著特意偷他出來 自己收藏 糟了William 之後你都要玩Point Hub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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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找些東西 來玩貓 吃東西 來回復你的心智責 但是我想說 如果一般 好像你這樣說 我們遭遇到這些 神秘事件 有些邪教的儀式 有沒有一些解決的方法 就像BGPOT 是不是就毀於一旦了 很可惜的跟你說 我想他們會跳舞 跳很久了 就是這樣 是的 如果你說 有些什麼解決方法 大部分都是靠我們的調查員去解決的 是的 通常就是我們調查員 就是我們哈塞洛夫 這個TRPG 就會 可能會遇上這些任務 就可能講BGP 遭遇了黃衣之王的詛咒 我們可能就幫你收起黃衣 摧毀本書 燒了它 長期都是燒了它 就是 火系可以解決到所有的 都不是所有的 但我們調查員 大概八成的時間都會說燒了它 我不知為什麼 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 我懷疑他們有些 火系的心靈傷害過 我之前就玩過一隻遊戲 跟阿瑾波好似的 它就叫Elder Sign 我也聽過 好像這個Elder Sign 就是我玩遊戲當中 它就可以對抗一些邪惡 是的 這個就叫做 救癮 雖然就會有很多古怪的事情發生 奇怪的神話生物 還有一些邪靈 邪神 但是我們還有少少可以補身的東西 就叫做救癮 但救癮其實它不是完全驅逐到 有些邪神 神話生物的 舊人有些像是 我們人類 遇到一些 譬如遇到一些很臭的東西 我們想離開 想兜過它 就是令它驗惡 是的 驗惡的 它不是真的有驅逐的力量 也是那句 黑蘇魯的呼喚 是想說我們人類有多渺小 有時候我們遇到一些愛神 別無他法 只能逃跑 或者遇上我們的調查員 可以叫做 可以撐到少少那麼多的時間 或者犧牲了我們的心智 我們的理智 來學會了一些魔法 來對抗它 攻擊它 但是大部分時間 我想他們已經沒有夠了 很遺憾地跟你說 你看看有另一個方法去拯救他們 就是 喚醒他們的重要之人 他們心裏的信念和重要之人 可能沒有為波盤 那怎麼辦 那你就 你要跟他坐下玩波盤 你跟他玩他最喜歡的波盤 要喚醒他回來 你跟他說你醒的 你不是跳舞的 你玩波盤 那好吧 好 看來我也是時候去玩他們玩Bot Game 希望可以解決到這次的事件 多謝Luna 你為我們解開了一個疑問 你是我們BGP的救星 如果我們能夠救回他們 將來一定跟你們長期合作 有什麼神秘事件都可能要向你們諮詢 成為我們的救命稻草 一月研究所永遠都為大家服務 特別為BGP服務 特別為所有關於神話的奇蘭集積 還有東律 希望大家可以有這些黑騷擾相關的事情 問問我們日月研究所 Luna Wallace 好 我們期待下一集再見 Bye Bye 多謝大家的支持 講起上來 你們是否都看到那個黃印 嗯 那到大件事了 你們是時候要找日月研究所幫忙 日月研究所歡迎按讚 分享 追蹤 如果遇到什麼瘋狂 短風 長風的問題 歡迎找日月研究所解決你們的問題 我們需要更多的調查員 還有更多的貢獻給這個喪彪愛神的一個祭品 對 下次見 啊 哈哈哈哈 他打我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 Like Comment Share 我的影片 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起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面 聊天 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夾我們的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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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